庞同此后刘备独自率军在西川难以支撑 一致军令调诸葛亮和张飞领兵前来支援 只留关羽镇守荆州 在此期间 粗忠有戏的张飞利用反监际活捉鼠将炎炎 并成功说服炎炎投靠刘备 这不但让刘备大军在西川势如破竹 更迫使刘张不得不求助自己的势敌张鲁 刘张的本意是请刘备入川对付张鲁 而最后却联合张鲁共战刘备 可见敌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那么从炎炎先敌后友和刘张先友后敌的转化中 我们又能看出在利益斗争中 怎样的定律和法则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平三国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五十一集 为义而成有 张飞带兵入川支援刘备 途经拔郡 太守炎炎勇猛中烈 我这八郡城 却要挫挫他的锐气 比军远道入川 日久粮草难以为继 况且张飞幸如烈火 一旦被激怒 必大肆酗酒 鞭打士族以泄其分 那时军心必然生变 在成吉公之 岂不事半公拜 炎炎一听有道理 所以他就不打了 当然了 如果一开始他说不打 那可能会影响事情 所以一般的将军会打 然后自然一旁边有人会劝他 你不必打吧 我们是可以打 但是我们不要打 所以说不打 比打还要高明 自张飞入川以来 高举仁义之师旗帜 一路光碍十有九降 于是张飞派使者前去 劝降炎炎 张将军说了 进城告诉炎炎老匹夫 早到开城投降 扰辱全城将士百姓不死 回去告诉张飞匹夫 我西川只有断头将军 没有投降将军 无论张飞使用怎样的激将法 严严坚持不投降 同时也听从谋事的建议 就是不出战 你要打仗 你就一定要出战吗 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不投降 我可战可不战 我要投降 那我只有不战了 你战怎么投降 所以很多事情呢 他不是说完全有相关的 张飞想运功 张飞 我们现在不能说他脾气急 不能 因为他的条件 使得他非功不可 你不可能老远来 然后在那等 你在等什么呢 等到士兵都老了吗 等到粮食都吃光了吗 所以他无意的一条路 就是数仗数绝 这是必然的 所以他就去攻 他就没有想到这个城 好像城 有的是容易攻的 有的是不容易攻的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荆州去看看 荆州那个城 就是很难守的 因为他四面都是平地 他没有显耀 你守哪里都守不住 可现在这个神呢 他是地势高高的 而且只有爱口 你根本只能从前面攻 后面也没有路 当然说没有路就是有路 就是小路 所以中国人讲没有路的时候 他是一定有路的 只不过一般人不容易走的路 如此而已 但为了他顾不了这么多 因为打仗的时候 哪里的时候 我能攻 我才攻 我不攻 我就不攻 那不可能 势在必行 非做不可 攻 可是攻的时候 是攻不上的 因为守城的人 他马上就想到 换神各位去守城 你虽然不懂兵法 你也知道 用攻剑 底下是很空旷的 你这里是有屏障的 所以那个剑一射起来 那张辉非败不可 他们在笑什么 他们在笑 你张辉每次都说 你认识我燕仁张辉吗 那现在你在叫 在叫也没用 可见人 你那个武艺 使不使得出来 也要看天时地利 你现在天时地利 对你不利 那圆圆 他在这一意待劳 这就叫做以意待劳 你看我很轻松 我在这里看着你们 你一筹莫展 当然当然笑 一方面笑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 一方面笑张辉 他是毫无办法的 这个时候不笑 那也太不自然了 所以圆圆他的笑 就是鼓励给他建议的人 说你讲得对 你刚才叫我不赞 现在我们在这里多轻松 所以有时候 你用笑来鼓励你的干部 给你出好点子 也是很好的办法 张辉和士兵演一出戏 是乃张辉之计 就要理他 他们以为说 张辉老毛病又发作了 那这个时候 可以趁机来打张辉 他是右德之计 可是这种计策用多了 其实也不见得每次都有用 这个倒是值得我们谈一谈 你看我们中国人 所讲的三十六级也好 所讲的各种兵法也好 他是几千年流传下来 那如果说用一两次就没有用 那我们读他干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他有时候有用 有时候没有用 不能说完全有用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你必须要把这个策略 做一些调整 根据当时的状况 做出合理的配合 那当然有用 现在张辉用的这个 比较粗糙一点 炎炎这些人 他也是老将 他一看就知道 你们又在演戏了 想骗我 我会上当吗 我就不上当 所以你打 我就在这里 看着闹 我就不上当 因此张辉就没有笑了 你看炎炎这个人 很妙的 他表示他不上当 他就怎么样 他就去把乐队找来 请的乐工来了吗 张辉这边打士兵的时候 他们就伴奏 你打得越凶 他就做得越热闹 其实那个意思就告诉张辉 你可以停止了 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识破你的计策了 没有用了 那张辉他又能怎么样 他也只好停了 孙子兵法讲得会清楚 就是说原则他是不变的 但是方法他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 其实我们的做人做事的法则 也是很单纯的 没有几样 就那么几样而已 可是每一次他形式出来的那种样子 就是不同 这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 叫做持经答辩 那个经就是不变的原则 那个变就是千变万化的方法 那方法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这些方法后面 那个原则他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很多人他是从 在变跟不变当中 犹疑不决 到底要变还是不要变 这种人就是不懂得持经答辩 像张辉他现在 就是这部分的功夫 还没有很纯熟 张辉想同我斗志 岂非自讨苦吃 当一个将领开始夸自己的时候 他就准备要拜 你看炎炎他现在说 张辉你想跟我斗志差远了 我们就知道 他很快被张辉抓去了 你看所有的将领 包括曹操之类 只要得意忘形 只要说我这次会怎么样 不合 我一定会怎么样 那个结局都是很难看的 人夸奖别人可以 千万不要夸奖自己 人取笑自己可以 千万不要把别人当笑话 将军 我方才在营中寻上 建议人行计鬼祟 四下窥探偷听 必是炎炎君中戏作 他一听到炎炎派奸细过来 他马上想到 我将计就计 这个将计就计 就是用现成的 对方可以接受的东西 然后我来充分地使用 所以他一听到 抓到对方的奸细 他并没有像以前说 鞭打或者赶出去 或者给他侮辱 他没有 他马上把被子盖起来 装罪 然后呢 就是要骗这个奸细 他骗这个奸细干什么 因为奸细他会回去讲 就利用他来打听消息的人 然后给他假消息 让他回去 去蒙骗他们自己的主管 这个呢 其实也叫做缓间计 我军粮草不足 不能与他久缠 今夜二更造犯 三更启程 我在军前开路 粮草之重 放在后队 全军随我 绕过八郡 直取落城 张飞故意说 粮草不足 要趁夜走小路 绕过八郡 主要的目的是 让炎炎派来的戏作 听得很清楚 他可以回去 传给炎炎 其实像这一种事情 如果真的是要做的话 那是属于机密的 机密的事情 是不可能这么大声说出来的 因为就算在场的都是自己的心腹 你要预防门外有人在偷听 我们中国人经常提醒人家说 隔墙有耳 就是隔了一道墙 外面还有很多耳朵在那里 所以张飞像这种机密的事情 他是不可能讲得这么大声的 现在他讲得这么大声 分明就是要讲给那个戏作听的 可是当戏作的人 他不太有这种警觉性 因为他千方百计 就是要打听消息 所以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 听到他耳朵里面 他都如获至宝 尤其是张飞所讲的每一句话 因此他不太会怀疑说 他怎么讲这么大声 他总会以为说 张飞不怀疑 讲话就这么大声 我料定的皮肤迟早会忍耐不住 必有此念 他认为这下子 我一定有把握把张飞给抓过来 相反的张飞那边也很有把握 知道炎炎他这次一定是上当的 所以打仗他有好几种变化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猜我 我猜你 那最后看看谁猜得对 炎炎戒吃 就是因为他太得意了 你要跟我斗志 差得远了 所以他脑筋就不管用了 这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讲得非常清楚 交兵必败 交兵必败不完全是在打仗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只要你稍微有点骄傲的话 那你后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很敬仰周公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有周公的才能 只要你稍微骄傲一点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平得多好 不管你才能多高 不管你智慧多比人家开通 但是你最起码你不能骄傲 炎炎这次就是交兵必败 他认为十那九文一定可以把张辉活作 他就没有想到张辉先弄一个假张辉 来让他相信说你看张辉来了 然后等他去抓的时候 他出现真的张辉 张辉在此 他弄得这个演员搞不清楚 到底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一正欢乱 那就被张辉 恍而深情过去了 将爷爷老二 压上来 走 立即退出 你我斩首 斩首 斩首 要杀便杀 愿砍便砍 还怕你不成 走 慢 张辉原本要杀炎炎 后来为什么请他高作 又请他协助 老将军慷慨忠义 按久有所闻 今日得见 身为钦佩 方才言语冒犯 望老将军 多多宽恕 切勿挂怀 我们看到这里 应该想几件事情 就是炎炎要感谢黄中 而张辉一定要感谢关羽 这就叫做好版样 你看关羽如果恶话不说 把黄中杀了 那这次张辉也是一样 这老头子有什么用 啪一下就斩了 关羽在前面 坐得好版样 争取了一员大将 黄中 现在张辉坐在上面 他本来是很生气的 后来一想到 我二哥都可以那样坐 我怎么不能那样坐呢 可见人不管好习惯坏习惯 他都会传染的 你看一下子传染到他了 他觉得这是个人才 那二哥既然争取了一个老将 现在又活生生出现一个老将 我为什么不学学 把他整理过来 所以他马上改变态度啊 老将军乃豪杰之事 就是刘彰暗若无能之主 大财难斩壮志难愁 张飞不猜 肯望老将军能助一臂之力 那弄得圆圆 不好意思 其实军人啊 武将他就是这种心理 我觉得三鬼演义里面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 这个人一回头像这个 一回头像那个 那我们就不用看了 因为那样的人根本不忠不义嘛 那如果看三鬼演义 而学到一套不忠不义的东西的话 那你看这个东西干什么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这么想法 他认为我不看三鬼演义 我才不会不忠不义 其实是大错 我们看了三鬼演义就知道 凡是不忠不义而投降的 几乎都没有好结果 凡是为了忠义而改变立场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他投降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叫跳槽 我们跳槽一下 那大家都会欢迎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你把一家公司的机密整个投出来 把他重要的人员整个带走 那你就是叛骗嘛 你就是投降嘛 那这个也是违反法律的啦 我现在我来的清白 我走的也清白 我没有投走你公司的机密 我只是说我此地跟你不合 我另外换个地方 这个跳槽大家都不会反对 所以你用这种观念来看当时三国时代 向张飞劝他 那如果他讲的没有道理 那言言当然不会听得进去 言言言听听觉得有道理啊 我同样是要替老百姓保卫城池 同样是要替老百姓造福 那现在这种状况 我能造福吗 我不能达到目的 那如果换成一个主人 那说不定会更好 他就同意了 在奄奄的帮助下 走陆路的张飞 先行到达了浮水关 与走水路的赵云诸葛亮顺利会合 当初他跟赵云两个人 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分工了 一个是走陆路 一个走水路 那按理说呢 走水路他所经过的关矮会比较小 所以会找到 走陆路呢通常是比较艰难的 你看坐船跟你走路 那当然坐船会怪一点 但是这一次他反而比空明跟赵云他们都找到 这什么道理 可以说他是得到严言的帮助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你得到的不是一个老头子而已 你多一个老头子少一个老子 你什么了不起的 而是严言除了他武艺高超以外 他在当地他是有他的威望 所以只要他出来一号召 那几十个城池根本就不打 一下就是归顺于刘备 那张辉就捡了很大的便宜 所以他就轻轻松松的就到达目的地 然后呢很开心 可见我们看事情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这一小东西 他背后可能还有很多很大的好处 我们经常看不到 这就是我们经常笑人家说 你只看到一只小小的木头 你就没有看到整车的木材 就这个道理 那一句话叫做见树不见灵 很多人是有这个毛病 严老将军请上授刘备一礼 刘备他是很会做人的 他对新来的人会特别的去关心他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成功的一点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人家关心你 一关心你 你的心就被他关起来 所以你看炎炎其实他也不见得说 他一进来就能够跟大家融在一起 不见得 因为一个新来的人 一个陌生人 到了一个陌生的团体 他总是要观望一方 你们对我的观感怎么样 我能不能跟你们配合得好 都还不知道 所以刘备就趁这个时候 好好的拜谢他 他说我是拜君之将 还有什么好谢的 他说你看凭你的声望 我们一下子就得到这么多的成 其实我们也不是要这个成 我们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 需要我们来服务 所以我们就来了 大家都讲得很愉快 那炎炎当然心里头就比较坦然 就在这个时候 刘备就把他穿过的盔甲送给炎炎 此家被以穿用多年 坚韧无比 今宋于老将军 辽表寸心 炎炎炎更是感动 所以从此他就跟黄仲一样 变成刘备 阵营的一个分子 已经归降了刘备的蜀将法证 见刘章大事已去 修书劝刘章归降刘备 正当是妄恩负义的小人 其实从某个角度看起来 我们也不能说法证是错的 因为在整个的情况之下 你刘章守得住西川吗 是守不住的 就算你真的守得住西川 有没有价值 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像刘章啊 你早一点 当刘备进来的时候 你就很坦然的 把西川就让给刘备 那彼此相安无事 老百姓更高兴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用这么高的水准来要求刘章 当年刘表做得到的事情 为什么刘章做不到 同样是刘家的人 可是我们也要想到 他是刘焉的儿子 这个刘焉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久 那么传给自己的儿子 你连祖上的积业都守不住 那你将来死了以后 有脸见你的祖宗吗 所以我们也要替刘章想一想 他也是压力很大的 他不敢轻易地把祖先的积业 来献给人 活况他有很多的大臣 有很多的将领 也都有很好的既得利益 如果有什么变动 他们也会跟着 受一点惊讶 或者受一点不安 所以他们一定激励地劝 刘章不能给他 所以很多事情的构成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只不过这件事情 刘章自己要拿主意 所以现在他看到法阵 要他归顺刘备 他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是非常生气 说你这根本就是叛逆分子 你还有脸来跟我写信 人往往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说像法阵 我对他不错 他为什么一下子 就会归顺到 刘备去 而且你看一路走过来 凡是归顺刘备的 都很好 都没有做到很大的惩罚 不像曹操那边 你归顺他 他说不定刚刚搞得很远去 说不定把全家半途杀掉 刘备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他这个时候 还是没有这种想法 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 一直认为人家对比起他 当然包括刘备在内 刘备建议刘彰请张鲁出兵相救 结果如何 当然里面很多将领 还是主张说跟刘备要干到底的 不能轻易投降 刘彰这个时候会比较倦向于这些人 因为他既然不想投降 他就要靠这些人 所以刘备的话 他是很注意听的 刘备说我们现在只有请张鲁出兵来救 本来我们请刘备入西川 目的是要对抗张鲁的 因为刘彰跟张鲁他是有世仇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变成要请张鲁来救刘彰 这个很奇怪 但是情势的变化 刘八也讲得很清楚 西川有威则汉中难保 在许以报场 必肯出兵相救 他说 我们跟他有仇 这个我知道 但是目前的状况 他是唇齿相依 我们这个舌头 他是嘴唇 只要有一个受伤 其他一个也没有发生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鲁会来救我们 刘彰一天也有道理 所以他就派人去请张鲁 可见任何事情时空一改变 他的道理会跟着做一些调整 他不是死的 他是活的 得到刘彰求援后 张鲁派出 刚刚投靠自己的马超前来救援 马超跟曹操打仗 打输了以后 他的损失很惨重 他还要活 所以怎么办 他只好投汉中的张鲁 张鲁当时很高兴 就把他收兵进来 收兵进来以后 他就叫他去打加盟官 意思就是说 你去帮刘彰一点忙 刘彰请张鲁出兵 张鲁就指定马超来做这件事情 主公 军师 西梁马超近日归一张鲁 献领命来救刘彰 率兵两万 攻打加盟官圣级 马超英勇非常 拥得子龙 方可匹敌 那孔明他得到消息以后 他就知道了 他说这个战不好打 因为马超是有名的武将 叫做锦马超 人长得很清秀 但是武艺很高潮 所以他心里知道 我一定要好好刺激一下张飞 才会把他的潜力激发出来 所以他故意讲一句话 眼下只有火速去荆州 搬请云长 方可雨敌 各位 这句话 听起来最刺耳的就是张飞 张飞心里想 何必条条千里 把我二哥请来 我就够了吗 这完全是在 孔明的意料之中 军师好小看人 有俺在此 为何要请二哥 我觉得这是孔明 很会用人的地方 只怕是将云长搬来 也未必能胜啊 军师既这样说 我更要去与马超比个高低 你说关于不一定能赢 张飞比较听得进去 你说你张飞不一定挺赢 那张飞就很激 所以孔明慧说话 你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是要离间他们兄弟的感情 他只是要把张飞的潜力 激发到最高的地步 这样才有把握来对抗 马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真导的 谢谢 好